新学期即将来临 8月21日 香港一群社会人士宣布成立校园欺凌关注组 希望唤起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 同时为办学团体、学校和教育局方面提供强有力的支援 共同维护安全、稳定、友善的校园环境 关注组召集人陈永吉指出 香港校园欺凌问题十分严重 今年有调查显示 在香港学生遭受欺凌的比率 在72个参与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最高 情况令人忧虑 校园欺凌会给学生的身心健康带来很大的影响 就根据这个OECD前年的公布 学生的幸福感的报告 我们差不多在香港每三个学生之中 就有一个陈寿遭受过欺凌的 这个是全世界来说都是前几名来的 所以香港的校园欺凌是很严重的 我们多年的观察就看到这个校园欺凌 校园欺凌对这个当事人造了很深远的影响 使到他们生活在这个旁凰、旁恐、焦虑之中 被人欺凌过他的性格也都可以变得来向 缺乏这个自信心 对学习可能失去了兴趣 甚至在未来对于他自己的前途都会感到悲观 陈友齐强调香港近期社会气氛紧张撕裂严重 对利于仇恨的风气很可能蔓延至学校 校园欺凌关注组的成立 希望可以唤起社会对校园欺凌的关注 让被欺凌者与家长多一个反应问题的渠道 关注组收到资料后将会转交给学校及教育局跟进 关注组还将通过举办工作坊、联络心理学家支援等方式 帮助受到欺凌的学生 关注组副照警人郑国军留意到 网络上有一些群组呼吁整合警员子女的资料 在校园内发起针对警员子女的欺凌 而在近日我们也看到在网上有一些群组呼吁社会人士 将被所认识警员子女的资料 大家在网上将它整合起来 然后在开学里面作出一些报复的行为 也都有人不断在网络里面去鼓吹 郑国军认为这些信息的传播会令欺凌的问题恶化 希望全社会正视这一问题 预防校园几领的出现 如果这一现象真的发生 被几领的学生和家长若不想高职学校 关注组希望可以提供一个民间的渠道处理这些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